印度西部这几天豪雨成灾 导致多处出现洪灾和土崩 而在重灾区马哈拉斯特拉邦的土崩灾情越发严重 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2人 印度拯救团队在暂停搜救工作之前 昨天巡获了6具遗体 让死亡人数攀升到22人 相信目前还有上百人依然埋在土下 凶多吉少 搜救团队指出 由于当地雨时还没有停下来 能见度非常低 加上灾区依然存在土崩风险 因此当局被迫暂停搜救工作 直到情势稳定才能够继续任务